台北市中正區那邊也太妙了吧 你不覺得剛剛看到那個影片裡面 他說那一代裡面竟然有四五個獨更愛在進行 大家也太踴躍了吧 拜託拜託讀我讀我 先生你這是什麼什麼創新這種什麼什麼詞 不是啊因為都市更新不用選我 那就是讀我啊 像這樣嗎 不是 我覺得說是因為中正區這邊地段本身就已經很不錯 台北市中心對不對 那加上說都更以後住宅環境又會相對來說變得還比較好 所以呢這然後都更以後 居民的都更意願比較高對不對 因為房價都完之後變得比較好 不要再都來都去 其實我順帶一提 其實太平洋之森附近有一棟知名的豪宅 也不能算鄰居但是區域內 叫做松濤院 松濤院呢他曾經入選蘇富國際物業全球五大的這個夢幻住宅之一耶 之一耶 而且呢他我跟你講他一月份的這個實價登錄這個價格一出來 立刻上新聞 太誇張你知道他每一瓶突破270萬元耶 我們賺好幾年都沒有辦法買一瓶耶 我們到底在幹什麼 哪這麼可憐啦 不要緊不要緊 我跟你講那是因為人家呢是緊鄰這個植物園啦 不過相對來說你看我們分析一下 同一個區域呢可能路段差一點來說房價就會有差 那太平洋之森呢他開架七字頭也算是蠻親民的啦 對啦對比松濤院來說其實就沒有那麼高不可攀的感覺 高貴高貴 比較起來之下 其實呢不只是說台北有這個狀況 台中也有這個狀況 你知道台中七旗的這個豪宅大家都知道嗎 唉漂亮可是 對可是就有點貴貴的 可是沒想到呢其實他一路之隔在台中 應該說台中七旗西側那一邊 就往草馬那一帶啊 他的價格立刻比這個七旗的價格齁 第三層 真的是喔 是不是差很多喔 沒錯 我們現在呢就要介紹這個案子叫做中港一方 唉他同時可以享受到這個七旗的機能啊 綠地啊 可是又可以用比較低價的房價來入手 那麼現在呢我們就透過VCR來了解一下 請看 能夠做交流到附近 同時又享有小溪跟公園的機能 吃不少外地哥在台中的購物首選 今天今天想先看就帶你來看看 台中市七旗西側區的成功大老案 中港一方 相較於七旗重畫區豪宅 動輒三到五千萬元 一路之隔的七旗西側區 草馬一帶 購物壓力馬上可以減少三成以上 中港一方基地就位在台灣大道草馬一街間 走路就可以到草馬客運站 秋紅谷景觀公園 一下交流到幾乎等於回到家 對外地人來說很方便 中港一方一樓零路退縮15米 開放式空間規劃綠樹水池造景 從二鏡市的門廳走進來 是挑高八米的門廳 那從門廳走過來呢 這邊設計了兩座感應式信箱 如果住戶從這邊經過走過路過 就可以從上面的面板 看到自己家裡有沒有信 如果燈亮了就代表有信 可以在這邊感應一下 信箱就會自動的彈開 那燈也就滅了 算是心案裡面非常少見的規劃 三樓有圖書館交儀廳 及宴會廳等設施 裝潢還以少見的淺色系佈置 活有夢幻公主的風格 接下來所在的位置 是在A戶的食品屋7樓 它的權重屏數有121屏這麼大 不過因為這個案子公設比只有 31.6% 跟七騎其他豪宅案 動輒35 36%比起來 算是比較小的 所以室內空間還算很寬敞 那我們剛才從大門一走進來 就是一個大權關的配置 再走進來 是一個面貨5米多的客廳 它的樓高有3米3 那我們雖然A戶都是面對台灣大道 可是我們站在這邊 因為玻璃的關係 所以我們絲毫不受 外面車流聲的影響 室內有四房五位浴的空間 採雙主臥規劃 沒有浪費太多空間在走道上 而且每間臥室都有更衣室 主臥衛浴採用透明玻璃增加穿透感 衛浴街配備TOTO品牌 值得一提的是 雖然這個案子已經沉污 但標準層施工都以毛胚施作 也就是說你想怎麼隔間都可以 快來瞧瞧其他配備喔 客廳旁邊是連接一個小型的餐桌空間 它可以擺放六個人做的餐桌 那旁邊呢是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這邊呢是大瓶室柴油的中導繞禮台 食品屋還配備一個電動插座 那旁邊是一個L字型的廚具 有BEST三口爐跟抽油煙機 那這邊呢也有一個食品屋柴油的 升降式的一個烘碗機 那旁邊是一個電氣櫃 裡面是一個隱藏式的Libach冰箱 BEST的蒸烤爐 是住得近的這個社區 彼此之間會傳染是不是 傳染 你不覺得中港一方 整個散發豪宅的氣息對不對 有有有真的有真的 蠻漂亮的 除了它的這個地理的區段位置啊 就是很靠近七期的豪宅區之外呢 你看喔挑高大廳 綠翼水井 最後還給你踩毛胚椒屋 遠然就是把自己當作豪宅在經營欸 欸你不能這樣說什麼傳染 人家就是豪宅的規格 合宜的價格有沒有 喔你押韻押很多 那還有一個什麼格 還有我是還住格格 笑欸 沒有啦 而且我們剛剛看到影片啊 他三樓的公社欸真的 真的有在夢幻欸 有愛嗎 有滿足那種少女可以當公主 或是格格的那種幻笑 欸不好意思喔 不是我要潑你冷水 我請問一下 那父前的國王會喜歡這種 你知道有點少女的感覺的夢幻城堡嗎 Well 就是公主撒嬌一下說 爸爸買給我 公主 國王不買單 王子也會買單啊 是 也是 欸當你的國王 爸爸還有王子 真的很可憐欸 想很多 對喔 而且像他們這些父前的老大 看到這個公社比31%多 其實還蠻划算的 馬上買單 欸 照你這個說法 那接下來這個高雄鳳山區的城屋別墅案三發致富 他們就更應該買單啦 因為它是零公社比 啊拜託 你透天案給我在那邊討論什麼公社比 都可以買地了咧 好啦接下來呢 由我們外景主持人建宇來帶大家看看這個三發致富的案子喔 請看 自從小年夜的地震之後呢 許多民眾對大樓產品失去信心 那紛紛轉看透天的產品 那我竟然搶先看今天帶你來到高雄市的鳳山區 一個正義重劃區 這邊呢有一個三發地產的新案叫做三發致富 那它是一個82戶的透天造政案 而且它每一戶都配有整層的主臥 三發致富的基地位置在鳳山的正義重劃區 基地正對鳳翔國中孩子上學超方便 距離中山高五甲系統交流道大約800公尺 要去市區也很快 附近還有占地2.2公頃的保安師地公園 休閒運動也不成問題 基地的北邊有鳳山第二商業中心的預定地 高雄市政府已編列73億元的預算等待內政部審議 屆時有公園、綠地、學校、醫院等設施促進當地繁榮 那三發致富它的基地隔著寶華二路 就面對77期的重劃區 那未來可能會有一些工程上的噪音的影響 不過因為它每一戶都裝了氣密窗 所以影響相對來講是比較小的 三發致富的規劃很簡單 零路的S區是42戶的透天電柱 一樓可以作為店面使用 另外規劃了36戶的社區型別墅 踩一樓停車的方式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B33戶的食品屋 那這一戶是屬於社區型的住家 那走進來一樓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孝親房 那孝親房就是給長輩使用 這樣子長輩呢 避免他們爬樓梯也比較不會發生危險 那看後面也有開一個大扇的落地窗 其實踩風也蠻好的 爬個樓梯運動一下 來看看二樓吧 這裡就是它的客廳 那它的客廳跟餐廳呢 還有廚房加起來大概有13坪左右 那尤其像它的面寬啊 5米3 那又開了一個大扇的落地窗 未來採光通風其實都蠻不錯的 餐廳跟廚房緊鄰在一起 因為空間大所以可以擺比較大的長桌 接下來這邊就是廚房的範圍 那它用的是人造室檯面的廚具 那三機呢都是用林內的品牌 那這邊呢它也有規劃了一個svago的烤箱 那接下來我們來到三樓 它的三樓呢規劃的是一個整層的主臥 那瓶處跟樓下客餐廳一樣 差不多是13坪左右 那我們看到這邊有一個大的雙人床 那它也有開山大的落地窗 採光都很不錯 主臥衛浴規劃乾濕分離 面盆則有兩個 方便男女主人一起使用 面盆的下方則設計浴櫃 它這邊的品牌主要都是用頭頭 但是呢它這邊同時也規劃了一個 合成的超級馬桶 四樓呢則規劃了兩個房間 那有一個共用的衛浴 那前面這一間是比較小間 大概四坪左右 那這邊這一間呢 它大概就有六坪多的坪數 那範圍的空間也比較大 那我們看到一樣可以擺一個標準的雙人床 這邊有書桌 那在後面呢則可以做一個更衣室使用 那五樓頂樓呢 它是規劃了一個多工程的空間 那一般如果是南部人來講的話 通常都會做為神明廳使用 五樓出來外面呢 這邊就是一個小的露台 那這邊呢大概可以種種花 種種草都很方便 陳建宇唐俊威採訪報導 陳建宇唐俊威採訪報導 欸所以其實這樣說起來啊 這個三發致富 它最大的優勢其實就是地段位置很好耶 Location 潛力鼓來著 是因為它除了交通啊 學區啊 綠地以外 我們剛才有看到 未來呢有這個商業中心的開發 外景主持人建宇呢 其實也有幫我們調查到對不對 剛剛他有說到說 鳳山第二商業中心的這個預定地啊 其實已經編列了73億元的預算 還蠻多的 對已經在這個內政部等待審議中囉 我們要幫這個建宇 他非常辛苦的調查拍拍手 那可以請你順便幫我們調查一下說 欸什麼時候會審議完成 什麼時候會開始蓋呢 哇你的問題問得真的很好 你小辣椒是不是 我是 我要進市議會了 好厲害喔 好啦那如果說 有任何的後續發展跟結果的話呢 我們一定會盡快在節目裡面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喔 沒錯 不過接下來呢 要幫大家分享的是 隔壁就會周老師 哈囉 接下來要幫大家分享的是這個 在買預售屋 如何挑這個預售屋的停車位對不對 中間的這個每桿應該很多吧 我跟你講挑停車位就跟挑小鮮肉一樣 除了尺寸以外可學問可大了 那除了尺寸以外還要挑什麼啊 呃你是說什麼的尺寸嗎 對啊 就是那個雞肉的尺寸 好啦不要鬧了啦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說 欸挑預售屋的時候 車位到底要注意哪些呢 請看 周老師小教師上課囉 今天小教師要跟大家討論 P-A-R-K-I-N-G parking停車位的問題 當你買預售屋呢 樣品屋做給你看 美美的可以去參觀一下 可是停車位誰做給你看 摸不到也吃不到 只能看合約 可是呢 如果到時候交屋 動態小 車子太大 運不去就完美 所以呢 去年開始內政部規定 預售屋定型化契約裡面呢 必須要主動而且明確的告知 車位空間的計算方式 以及車位空間 佔共有空間的比例的面積 舉例來說呢 停車位面積 車道面積 以及這個車位呢 到底是撥到平面還是機械式的 通通都要寫的CLEAR 這樣一來呢 消費者才能知道說 欸這個車位 到底是不是合法車位 到底是不是二次施工來的 非法車位呢 另外 業者提醒呢 通常車位都是兩根柱子中間 規劃三個車位 那你購屋前要好好的問清楚 你的車位旁邊是牆壁還是柱子 如果是牆壁的話 這個車位可不能是2米5 乘以5米25的那種小型車位 另外呢牆壁旁邊的車位呢 建議你選擇右方的 這樣開門起來比較方便喔 那麼今天周老師的小教室 就到這邊 祝大家買瓶車位愉快 欸周老師 其實我最後影片 還是有一點點看不懂 哪裡 就是說最後你 老師你真的很牽手 全身你有什麼事快說 好啦 因為最後影片啊 你不是有跟我講說 如果你要選靠牆邊的車位的話 是的 最好要選這個牆壁 是在車子的右邊的 Yes 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為什麼啊 來來來你來你來 怎樣 假如說呢我現在是一個駕駛的 我停好車 然後我左邊門一開 哇 很大聲 東一聲欸 東啊 所以為了這樣子 所以要選這個牆壁在右邊的 比較好對不對 對所以說你打開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去撞到這個牆壁 你不因為我不是小鮮肉 就對我那麼粗暴好不好 我知道你是老肉 可是這樣子呢 觀眾可能會比較氣得 就是說 開門不要撞牆這件事 OK 好如果我今天呢 被你打這種三下的犧牲呢 能夠讓觀眾朋友記得的話 我覺得我也夠了啦 好不好 值得了值得了 好那今天的節目呢 也到尾聲囉 如果說各位觀眾朋友呢 有任何想看的建案 或是想看的區域的話 都歡迎你寫信來地產王的信箱 地產王的信箱是 drdoctor at appledaily.com.tw 那明天出看的蘋果日報地產王呢 也會有今天建案的詳細資訊呢 建案搶新看 我們下禮拜五十二點半再見 拜拜 咪 Orange 上面 李咖喀